一般我们上课的方式就是要解决问题 所以用范例来解决问题 如果遇到你可能不懂的会解释 那很多理论部分的话呢 你也可以找一些书籍来看 我们就不要花太多时间 我们专门就是教你怎么把一个问题解决 那这些问题都是一般工作上会遇到的 那些范例是某个电信公司 他们内部训练的时候会要求的 比如说第一个客服人员 他可能会知道后面三个讯息 但是这三个讯息里面都是部分 我希望可以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手机号码 那也就是电信业者前面是0911 加一个减的符号minus 然后再加一个什么84 不过呢如果他不足三码的话 必须要补一个零 如果这一码就要补两个零 要把这个结果帮我放到这边来 OK这个应该很简单 工作上也常遇到这文字 那当然最笨的方法是怎样 手key嘛 对不对 有没有人这样做 他应该是没办法好好下班呢 那做完 而且那客服人随便就是几万笔资料 几万笔资料 那这边有个提示啊 提示就是说请你用什么 and加上rept加上len函数 请你帮我完成这个结果 那问题是你可能不太熟那个rept 也不太熟len 所以前面有几个练习让你先做练习 rept什么意思呢 就是repeats的缩写 repeats什么文字 重复几次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是假设它的销售量 一百万笔就给一颗星 一百一百就给 每一百就给一颗星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我们当然可以在插入函数里面呢 找到有一个类别 所以以后的话呢 插入函数一定是从这边开始嘛 我想应该不会不会陌生 插入函数 那这里面的函数 就是所谓的excel的内建的函数 也就是说呢 excel能够给你的就这么多 超过这个就没有了 那可是很多同学问说老师那 如果这里面没有 可是我刚好需要某个函数 这里面没有怎么办呢 那就是VBA的范畴了 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去什么 自己去定义出来 自己去写出来那个东西 也就是有点量身定做了 也许你身材跟别人不一样 你要去定做一个衣服 定做一个西装 那那个部分的话呢 就超过里面有的啦 那当然我们先讲里面有的 后面延伸出去就是里面没有的 你该怎么办 也就是如果你里面有的你去用 你就叫应用 所以你是使用者 但是如果说里面没有 你把它创造出来 你就是一个creator 或者你就是一个 叫什么 programmer 或者是designer 就是你要去设计出来 就是你要去设计出来 所以你从使用人员 会升级成什么 设计人员 所以这是一个不同的位阶 level就提升了 所以我们是分阶段 先教各位使用内建的 然后再提升起来 不过提升是有代价的 你需要重新学习一个新的东西 OK 那那个东西 它并不存在在这上面 它应该是在这里 但是呢 现在是看不到 这边应该会有四个字 叫开发人员 所以你去看别人的esale 如果他这边会出现开发人员 表示他的水准应该跟你不同 OK 那你要怎么样提升起来呢 非常的简单 这边有一个机关 其他命令 在制定功能表里面不是有个开发人员 请你把它打勾 把它打勾就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现 开发人员就出现了 OK 所以以后呢 你要看一下 你同事到底他功力如何 很简单 瞄一下esale 到底有没有开发人员 如果有 那他应该就是有有学过了 有升级了 所以如果你的esale 你打开看一下 如果你没有这四个字 那你应该是会很辛苦的在工作 所以这个当然等一下会讲 按部就班 所以等一下你要 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打开它之后 你就 心态就不同了 你就不是使用 而是你在设计 OK 所以你有设计的 所以你要去设计一个 完全没有的东西 OK 但是各位不用担心 我都已经把有的写好的东西 都在云端上 你只需要Ctrl C Ctrl V 但是你要知道贴到哪边去 可以让它walk OK 好 那所以我们先来一步一步来看 第一个 再切回来 先从基本的应用 比如说我要重复几个星号 那当然我游标一定是放在C3 插入函数的话 找到我们的这个群组 因为我们今天是那个文字与资料类 所以你在群组里面会找到一个叫文字的 这里面的话就是所有 ecell提供给你关于文字相关应用的函数 那也许你不会用没关系 你要知道规则就好了 其实函数不是叫你记得它怎么使用 而是你看到它要什么 你给什么就对了 所以你要学的应该是它的使用规则 而不是我没用过 没用过看上面就有答案了 你干嘛 这我告诉你嘛 比如说你没有用过什么 第一个好了 比如说ASC 它不是告诉你将全形字圆转换半圆 对不对 然后还有底下 这边什么big也是 将什么半形转换全形 对不对 然后还有chart 根据你的字圆对应一个字圆 那什么意思呢 电脑因为ASCII code 计算应该有有 你就去查一下对应的字圆 它会帮你输出 用chart这个 那我们会用到是repeat 所以你打一个r 或者是你直接把它往下卷动到r 打一个r也可以 它会跳到r开头的 然后往下找会有一个什么rept 那基本上你要学的就是说 第一个里面它要你传几个参数 test是什么 就是你要重复的东西 重复什么 重复信号吗 重复几次lumber times 给它一个数字就对了 底下都有讲嘛 如果你实在不会的话 这边有个函数说明嘛 你稍微看一下 然后里面写的跟天书一样 那你不是要这样 所以特别注意 它不是闪文也不是小说 它要看关键字 没有人叫你从头看到尾 所以很多人都看 其他人都看不懂 本来就不是要给你看懂的 因为其实这里面 工程师写出来的东西 都不是让你看懂的 所以反而好像学这个东西 好像女生会比较少 因为女生会觉得这没有情感 不过这里面也没法有 什么太多的情感在里面 但是 你就是要知道它的规则 因为这都大部分应该都男生的世界 才会有 所以 不过这里面 当然也可以有一些些改变 也许将来Milesault 可以找一些 比较是 女性的设计师 里面也有相关说明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IPT Tester是什么 就是指的是哪个星号 对 他会帮你带过来 星号 但你也可以自己打个星号 再来几次 根据什么 它的销售量 除以的话 除以100 那除以100之后的话 他return告诉你 return什么了 这边有个1.58 可是次数没有1.58的 所以比较标准的做法是 要把它的小数点去掉 所以小数点去掉的话 底下有个提示 INT INT就是整数的意思 就是把你要的那个值 的小数点通通去掉 就是只有保留整数部分的 那怎么做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你油标不是放在这边 打个INT 刮虎就可以了 把它包起来 刮虎包起来 有没有发现这边就变1了 所以INT意思就是把那个小数点去掉 不过这一题你不做INT 好像结果应该也是一样 OK 按确定 再来的话 把它制装 再来就把它向下填满 不过向下填满会有个问题 就是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这个 那个位置 它会很多次的帮你怎么样 帮你自动填满的时候 向下列号会增加 所以你这个C2 C1会变成C2 有没有 自动会帮你增加 所以将来 如果你希望这个E不要动的话 加一个什么 锁定的符号 钱的符号 应该有基本概念 因为之前有同学说 他不知道 所以我就讲一下 特别至于 你锁的时候不用锁两个 有同学锁两个 其实多余啦 锁一个就好了 你想说老师 那为什么 有的人都直接按F4 也可以两个都锁 其实你要锁的话 可以按F4 F4的话就两个都锁 不过特别是这一题 其实只要锁列号就好 为什么 因为向下是列号增加 向右才是蓝号增加 所以如果说你要向右 固定不动才是锁前面 但是锁前面跟锁后面 在这里是没有影响 可是将来如果是大型四串表 就会有影响 向左向右你只能锁单边 你不能两边都锁 什么时候会发生 后面的我们有范例 大型四串表的范例就会讲到 你只能锁单边 但是什么时候要锁前面 什么时候锁后面 这个后面会再讨论 今天比较精确的应该是这样子 打勾向下填满 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 这是IPT的范例 再来LEN 这边也有LEN LEN这边也有讲 LEN主要是算长度 所以很简单 插入环数里面文字 再找到什么 找到LEN 这边 一个TES 什么意思呢 给它文字就好了 按确定 那向下填满 当然你可以知道 这两个不对 可是一般LEN 还会配合逻辑判断 IF 然后怎么判断说 他的身份真字号是否正确 所以也许你这边可以 多一个栏位叫 是否正确 我要的不是 他最后的长度 而是 是或否 yes或no的话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 IF函数 帮我做完这件事 那是的话 那你看很快就可以做完 顺便LEN 还延伸性就是性别 比如说第二个字 这个我想是另外一个 文字函数 用到的机会 非常的大 叫什么呢 叫MID 其实MID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要知道性别的话 你需要两个阶段 第一个 知道身份证的第二个字 再来如果是E的话 那就是男生 反字就是女生 那你有办法把这个做出来 所以请各位分几个阶段来看 一综合练习 那做综合练习之前呢 先练习一下 REPT 跟这一些 其他还有像Elect 跟Right 这我想应该同样的东西 你会用那个刚刚的东西 我想你这也不会 就是取左边的或取右边的 那当然你的工作里面 还有很多可能其他的问题 那你当然你可以去了解什么 这里面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文字函数 可以帮我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像Find很常用到 Find的话是找到某一个字 有没有在某一个长的 就是某一串文章 或者某一个诸文章里面发现了 有它会return告诉你在哪个位置 也还蛮常用到的 而且之前有同学问到 他是从网路上抓一大堆资料 他判断说某个东西存不存在 那在Essale里面怎么办 诶这个就好问题 后来就帮他解决了 很快一下 那你不见得一定要写程式 用内建的函数就可以解决了 只是很多人不熟这些东西 还有像什么 常用的像 这个这个Mid 我们这边有了 还有像replace 取代 这也还蛮常用到的 所以你可以大家看一下 有些常用的 你可以稍微穿插的用 还有search 这边有时候也会用到 不过search跟fine有点不太一样 你也可以去了解 取代有个subtitude 也可以取代 有什么不同 我想你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我们就是解决几个问题 像这个是否正确 性别 男生或女生 再来就是解决最重要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解决完之后 就要提升起来 变成什么 最好是以后呢 就不用再输入输入公式 因为公式非常长 最好在旁边 帮我加按钮 按下它之后 事情就解决了 是最好的 可是这个可能就是要需要这个东西 开发人员 所以等一下 你刚才第一个动作 你就是先到这边 点这里哦 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 开发人员 OK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可能你们的那个 心态上面 要稍微调整一下 如果你把那个开发人员 打勾之后 你就要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你就会已经 跟别的那个office人员 别的使用e-sale的应用人员 也是不一样的 OK 所以 这种心理准备是必要的 另外 这些东西其实有它的专业性 所以 会有点难度啦 各位也不用担心 网络云端上面 都已经有帮各位写好 已经需要的东西 但是 你要学会 至少要知道贴到哪边 能够work 再来第二个 可能要把我写过的东西清掉 可能需要重新自己写 如果你可以有这个能力的话 而且甚至以后你想什么 就可以把它写出来的话 我相信你的工作 会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因为我以前做的事情就是 我宁可花时间在把程式想出来 我也不愿意涂法练纲去解决问题 因为太浪费时间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 试试看 我先来看看 我们上温 真的 咱们 好 好 好 咱们 好